日本直播考古天皇墓 没想到墓主疑似中国人 这下日本专家傻眼了 难道老祖宗是中国人吗 2018年 日本向联合国发出申请 他们打算将日本境内最大的天皇墓 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来保护这座大墓 二来也变相宣扬了日本文化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日本的申请竟然被驳回 并且联合国给出的理由也非常合理 那就是日本必须拿出有效证据 来证明墓主就是天皇 听到这个消息 日本人也是有些恼怒 这座位于大阪的天皇墓都存在几百年了 还能有假吗 但只有日本当局清楚 他们并没有搞清楚这座大墓的主人 因为根据历史记载 这座墓应该是仁德天皇的墓葬 但从史智中 日本专家都没有在灵墓外 发现任何关于仁德天皇的记载 但日本大众可不清楚这点 他们对于仁德天皇可是非常崇拜的 这点从他的嗜好就能看出 据日本给出的资料来看 仁德天皇在位期间 以仁义和善德为准则 一改以往天皇的做派 尚未当天就下令 拆除奢华的宫殿 只留下一件茅草屋以供居住 其次仁德还喜欢微服私房 体恤民情 在他的带领下 当时的百姓 很快就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种种行为 也为仁德天皇赢得了美名 所以在日本人心中 仁德天皇是最好的领导者之一 理应享有如此大的灵墓 就这样 日本境内最大的墓葬 也就直接被打上了仁德天皇的标签 据可靠数据表明 仁德灵的占地面积 有足足46万平方米 一旦身移成功 那么必定会在国际上 造成重大的影响力 于是 日本当局宣布 即日起 就要对仁德灵开始挖掘 只要挖出决定性证据 那么就会再次申请 这次的宣传活动 做得很到位 全日本都陷入了莫名的机动中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挖掘仪式开始当天 一则变故 却让日本成为了最大的笑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日本直播考古天皇墓 没想到墓主疑似中国人 这下日本专家傻眼了 难道老祖宗是中国人吗 2018年10月 由于身一失败 日本当局不得不对 任德灵开始挖掘 在挖掘开始前 日本政府还请来了 电视台的记者 对考古活动进行全程直播 并且还打出口号 一定要证明日本的历史地位 但他们的想法 实在是过于美好了 随着大批考古人员入场 日本专家也开始了挖掘工作 很快 任德灵的地宫就被彻底打开 但进入其中后 日本专家却发现 任德灵的墓室布局非常奇怪 和目前已知的任何皇陵都不同 但他此时也顾不得细想 而是赶紧开始寻找文物的痕迹 只要找到关于任德时期的文物 那么这次的考古行动 就算圆满成功 但随着一件又一件陶器被挖出 日本专家的脸色却有些差践 因为这些陶器和陪葬铁 竟然都不是日本本土的产物 反而和古中国的文物非常相似 这瞬间让日本专家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座墓好像真的不是 任德天皇所有的 毕竟一个日本天皇的墓中 怎么可能有中国的东西呢 看着满地谷中国的瓷器 记者也赶紧掐断了直播 但舆论却在日本网络中流传 有人认为 任德天皇说不定根本就不存在 一切都是虚假的 但有的人则表示 这些文物说不定是 以前从中国买回来的 总之外界的猜测有很多 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中国 我国的专家在看到 这些文物的图片后 立马就认出 这些陪葬品 全是我国西晋时期的产物 顿时 日本天皇墓 其实是中国古墓的说法被传出 但由于日本此后的封锁消息 所以墓主人的真正身份 也就成了一个谜 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那么 大家认为 这座大墓中的中国文物 究竟是如何而来的呢